所以念佛人 念到最后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念不念呢 真念 是真念吗 一个印象 彻底放下 妙就妙在四天 我们凡夫看起来 他功夫不间断 一听他问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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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他一句话命令 他已经回归自信 自信里头 一发不力 一发不力 阿弥陀佛 没间断 无念而念 念而无念 那为什么还要念 念给别人听 帮助别人念 这话大了 不是自己 自己无念 自立立他 无念自立 念佛立他 自他念立 没有障碍 这个是佛法 生妙的基础 说顾知 真是慧知 就是真如 就是设想 就是自信 就是佛心 就是自信 清净心 这些名相 这些名相里面 所全的 离体 是离体的 照用 真实会 是离体的 照用 简单地说 明显 简现 是 名本体 与此 赤透 安住如入 这个安住如入 就是清清楚楚 明明不了了 不起心 不动 这叫安住 有安住 还有其心动念 这是假的 这不是安住 有安住 对外面 一无所知 那是无明 也是错误的 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 如入不动 这次叫 安住真如 佛门里 讲的 安住 安是平安 平是平等 那我们经题上讲的 清净 平等 是自信 本定 不是修来的 慧能大师 第四句话说 何其自信 本无动有 那就是自信 本定 自信 本定 是你讲的 如入 从提其用 这叫 注目 正社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